主播出并目前确定在立法院程序一头 应该这个会期赶不齐了 没有办法在今年年底就实施了吗 我想绝对不能因人设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民党就是想推就推 他时程上如果安排 他说要来得及就应该可以来得及 那显然现在的进度看起来 是有他的判算 我想跟所有全国的听众报告 基本上现在立法院除了男人生孩子以外 大概民进党想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没有办法完成的 就是说他都一定会能够完成 但是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是 强烈反对的就是不要因人设施 而且应该要国土的整体的通盘的考量 那对于族族病 是不是台湾有一个科技都 就长远发展来讲是有其必要性的 我想蓝英也不会反对 但是对于这个手法上 手法上是不是要用这么粗暴的方式 或者有没有考虑苗栗啊 或者是更全盘的考虑啊 当然苗栗 我们当然希望苗栗能够进入嘛 因为苗栗的苗栗科学园区 也已经越来越壮大了 那事实上如果在美中经贸大战的 此时此刻 未来的科技等于是ITA 已经这次会分裂了 就世界的这些科技产业联盟 可能就这是以前都零关税的 未来都可能会拆成 一个以中国为首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 两个team可能互相交客关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大量大量的这些 科技产业要回台湾 包括台积电持续的台湾扩厂 上中下游全部要回来 可以想见啊 这个产业未来啊 台湾要成为真正的科技岛 真的足足病是不够的 苗栗才有更广大的腹地 让更多的这些产业能够回家 需要更策略性的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